汗嫌犯在街头驳火 警方维护治安拿命去拼 但谁来保护远警安全 防弹背心内有一块抗凹线板 放在心脏前挡子弹 怎么敲怎么凹都硬邦邦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块板子 竟然有瑕疵 你相信吗 我自己就可以把它熬断 你知道吗 断了 警察初春的新北市议员林博春 用手一拗抗凹线板立刻被拗弯 看到这样劣质的抗凹线板 他痛批业者根本没把基层远警的命 当一回事 两家家采是有63案 分别是上级的36案 共计3亿6 光源的部分是27案有6.1亿 这一批采购到的 除了有瑕疵的要回收 没有瑕疵的我也建议警政署要全部回收 议员立委穿着紧用防弹背心轮番上阵 批评德标的厂商有诸多不良记录 甚至好几次都被政府列为拒绝往来户 但只要三年查看奇效一到 又可以再次加入招标行列 成了不效业者的年死金牌 由于警政署采购标案都是用低价标 虽然是开放国际投标 但过去都只有本土厂商参与 还发生德标厂商被法务部提告的不良记录 虽说一切合法但这批焕发的防弹背心 共有6000件 里头又瑕疵的就有1400件 比例高达24% 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防弹背心都有问题 警政署坦诚有疏失 要求业者必须全部改进 但明代认为不良厂商应该永久剔除 才能让第一线的远景安心执勤 明天新闻连出黄博荣台北报导 珍费 树 ク 30 11 韬 咬 不 幽